如果不團結 蔣白的總統大選勝算誰最高 柯P嘛 只是大家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籃力初選王內互打是誰得利 韓國瑜早有預告 國民黨是拉肚子 結果柯P的身體好 就是這個意思 籃英內憂不斷壯大柯文哲 根據平面媒體最新民調顯示 即便韓國瑜遙遙領先 大勝蔡英文9個百分比 但柯文哲後來居上超車領先1個百分比 如果對手是賴清德 韓國瑜照樣贏8個百分比 卻還是輸給柯文哲兩個百分比 我認為是統計誤差 沒有 那個民調看看就好 你還真的相信 你不要當真了 那個都可以做的 不要理他 今天的柯P超越的民調 我想僅供參考了 因為縱然柯P有上升 但不會差距這麼大 那兩邊都在吵 柯P得利最多 這樣的數字 連當事人都有疑慮 而在籃英支持者中 韓國瑜依舊一支獨秀 過半支持度 足足是郭台銘的兩倍 黨內互比式民調 更以2.6支持度領先太陽門 沒有一支股票 可以四個月每天漲 每天漲 每天漲 每天在過年 沒有 逢高會適量的修正 修正以後 我覺得再往上的股票 是比較健康的 這支人物的民調也一樣 要看趨勢 大家還是努力要打韓國瑜 因為只有把韓國瑜打下來之後 等到7月中旬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出來 是韓國瑜繼續打 繼續更用力的打 不是韓國瑜 那他就除掉了一個心頭的大壞 操縱民調會不會是打韓星套路 不得而知 但藍綠內訌 只會讓白色力量 宇庸得利 卻成為不爭的事實 記者吳奎言 吳奎宇宣 台北報導